勇士主场115比108击败热火 本场之后勇士战绩继续保持在联盟第一 不得不说勇士和公牛真是今年最令人惊叹的两支球队 在开赛阶段大家认为勇士的位置应该还是西部第六或者是第七 而公牛外界普遍认为最多第四 结果勇士联盟第一 公牛东部第一 我们只能说两队在引人上非常合理 而不是一位追求球星 相比篮网索哈 公牛没花什么代价就得到德罗赞和鲍尔 加上拉文和武切围棋 四巨头直接成型 勇士方面也同样如此 在汤普森受伤后 他们区别真换别数 先拿拉赛尔填补杜兰特离开空缺 之后瞄准机会从森林郎拿到维金斯和高顺位选秀权 结果勇士血转 因为维金斯当时可是负资产 首先是塞拉斯在篮网成功过一个赛季 而维金斯和唐斯都被称为数据刷子 基本上30队没有人想要维金斯 在森林郎到维金斯场上消极 就是打卡下班佛性十足 由于常年没有打击后赛 维金斯出攻不出力 结果加盟勇士 维金斯就好像在浑浑噩噩的人生中看到了一盏明灯 很显然在勇士维金斯彻彻底底被洗水重新开始了 19年12场场均19、4、3 命中率46%、3分、34% 19-20赛季维金斯打了71场 场均18.6分、52.4助攻 命中率48%、3分命中率提升到38% 今年维金斯效率再次提升 本赛季维金斯打了31场 场均31.5分钟 砍下19.1分、4.6把、1.9助攻 命中率49% 3分命中率已经提升到恐怖的44% 场均命中2.3个 目前维金斯3分命中率已经是勇士第一了 现在的维金斯哪里还是什么负资产 他攻防一体已经成为香波波 打出超级巨星的影响力 因为在勇士维金斯并没有得到那么多出手权和大量上场时间 如果他拥有大量的出手权场均25分不成问题 但维金斯并不在意 只要勇士对维金斯的使用是合理的就行 看今天比赛就知道 维金斯是勇士最稳的点 有球迷会说 库里实习中三拿到9分太拉胯了 可为什么人们总是忽视库里能让队友更好的属性呢 为什么在森林郎被嫌弃的维金斯 在库里身边却打出了汤普森的威力 没有人会想办法搞清这些指挥黑 就像维金斯赛后谈到库里实说的一样 库里手感不佳没关系 因为他能帮忙牵制给其他人机会发挥 看看普尔就知道 他今天砍下32分 他在库里身边也发育起来了 13中8砍下22分6篮板 4助攻2抢断 过去四场比赛维金斯不再空分了 他分别得到27分25分22分21分 维金斯17年5年1.45亿提前续约森林郎 合同将在23年到期 现在勇士该担心的不是维金斯合同 而是球队能不能留下他的问题 就像伊哥达拉在上个月说的一样 维金斯在勇士能大放一彩 其实并不意外 因为吉米巴特勒早就知道维金斯身上有多大的潜力 但他却少一个伯乐 上个月伊哥达拉的原话是 我跟维金斯有一个共同队友 就是吉米巴特勒 我就知道巴特勒不喜欢任何人 但唯独维金斯例外 巴特勒一直把他挂在嘴边 他多次称赞维金斯 于是我也对维金斯有了特别看法 今天巴特勒砍下22分 洛瑞16分11助攻 以场上表现来看 维金斯已经胜过巴特勒 巴特勒讨厌唐斯 可一直对维金斯恋恋不忘 勇士接下来如何用好维金斯 最后两个赛季的合同将是至关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